出轨赔偿100万元 夫妻忠诚协议能否获得法律支持 近日发生了这样一期案件 丈夫王某在婚前向妻子李某出去了一份保证书 其中约定如果我在结婚后出轨 愿意赔偿妻子100万元 不料王某在结婚之后果然出轨了 于是妻子便一纸诉状将王某诉至了法院 要求其赔偿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定 丈夫出具的保证书应当认定为夫妻忠诚协议 在不具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条款的前提下 应当予以支持 同时关于100万元赔偿金的性质 应当认定为精神损害赔偿金 最终法院在结合王某的实际支付能力 和经济水平的情况下 判令王某向妻子支付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实际上夫妻忠诚协议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 一直存在着教导的争议 那么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是如何约定的呢 我国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 夫妻应当相互忠实 相互尊重 相互关爱 因此夫妻之间有忠实于对方的义务 但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的效率问题却一直争议不断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边继承边理解与适用意书中明确 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 双方当事人应本着诚信原则自决自愿旅行 法律并不禁止双方之间签订此例协议 但是也并不赋予此例协议强制止性力 除此之外 基于整体社会效果的考虑 人民法院对于夫妻之间忠诚协议的纠纷问题 一般以不受理为疑 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率问题 其实并没有全面的认定 所以案例中的判决实际上是对于司法时间中的一种突破 没错 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想签订夫妻忠诚协议 应当注意哪些点才有可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首先第一 限制对方在离婚后再婚或者再次生育子女的条款是无效的 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要保护公民的婚姻自由和生育权 其次 关于赔偿金的性质问题 最好应当明确约定其为精神损害赔偿金 最后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不以约定过高 应当结合对方的实际支付能力进行合理的约定 否则将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实际上 婚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应当是彼此信任与坚守 忠诚协议可以约定 但是 婚姻中的忠诚绝对不是仅凭意志协议就能守住的 以上就是本期法宝学堂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